今天回到這部新聞節目現場 我是阿關 現在時間來到瓦航的10點鐘 這個階段我們持續帶您來關注中美貿易戰 中美貿易戰打華為 打稀土戰 這個不奇怪 怎麼搞得還打到熊貓 那麼可愛的熊貓 怎麼又會捲入戰爭裡呢 等會再來告訴你 偷師也要持續來關注香港 香港831即將就要前進中聯辦 在831之前獵捕行動正式展開 好 這個階段加入我們討論的是 邀請到台股大師杜金龍 大師你好 你好 以及汽車達人張乃婷乃哥 大家好 我們邀請到財經專家汪潔明 大家好 以及邀請到資深專欄作家王上志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一開始 我要帶您來關心 怎麼會貿易戰打爆可愛的熊貓呢 好 中美續談9月華府間 據說又通電話了 這次兩個人沒有在吵 到底有沒有能通電話 氣氛好像緩和了 所以道琼大漲超過300點 據說中美貿易談判 在29號舉行了電話會 但是跟過去的層級不同 是什麼樣的層級 雙方都沒講清楚 好 我們再來看 問題是 這是不是邊打邊談策略呢 中國曾經有非常多的官方社論說過 他說啊 中國現在面對中美貿易戰 採取的是韓戰模式 什麼樣的韓戰模式呢 邊打邊談 談就是通電話 我好好跟你說啊 看起來好像氣氛和緩了 但呢 打我照打 中國怎麼打呢 中國說啊 美國熊貓要回歸祖國了 而美國又怎麼打呢 美國把已經見到一半 然後大半完成的 落成到香港的海蘭 已經起床起到一半 喊咖了 而起床起到一半這件公司 當然是中國公司 而且跟美國合資 所以他說不行 有國安危機要喊咖 但我想觀眾朋友 最關心還是熊貓 熊貓怎麼會變成 中美貿易戰的祭品 你有沒有覺得 雙貓那兩隻眼睛 會被人喊咬 那兩隻眼睛 這麼可愛怎麼會這樣 那兩隻眼睛就是被人喊咬兩 摸兩隻才知道 黑錢的你有沒有覺得 其實這次 中美貿易戰爭 到來要互談 什麼層級不同 有什麼不同 劉河本來的副總經濟 不然你 特朗普跟習大大兩個人一起談 沒有什麼層級不同 而且兩個國家 完全是沒有互信基礎 我認為兩個國家是各懷鬼胎 但是現在露出和談曙光 而且據說下個月就要去美國談了 所以我們看到Doll Jones 給一下Doll Jones的K線和盤盤走勢 我們發現昨天人家美股反彈 而且大漲 在今天的畫面上你可以看到 Doll Jones昨天大漲超過300點 收在26362點 人家覺得出現曙光了 氣氛不錯 我們再來看台股好不好 台股也做了反應 台股股市價錢指數在今天也漲了 今天也往上反應了這股氣氛 上漲了1.49% 漲了155點 155點多久沒看到 所以兩個人 兩個人現在感情算不錯 沒有 看川普正常正常 這短暫時間快起 如果兩天他都起哨的時候 他又不起了 所以這是短暫 短暫 而且是報復性的短暫 趕快唱一首 第一次就這樣而已 因為你很簡單 這兩個還沒可能說 你剛才你說什麼 說邊打邊彈對不對 以前就是這樣 不管反正好 跟我們中華民國那時候 在金門也是這樣 單打雙腹打 我跟你講 硬的更硬 軟的更軟 好 硬的更硬 軟的更軟 那我們就來看硬的 現在我們來看 現在你小貓多少找回來 而且雙方都在卡東西 我卡你 你卡我 大家都說什麼 拿一些東西來當武器 好 現在中國說 我的小貓在美國住了二十幾年 他 如果時間要到了 簽證不要再給我吃 要叫他回歸祖國 你說 我跟你說 洛杉磯跟香港的電腦 包括Google 包括電視 包括你們中國有一間公司 叫做彭博士 這三間公司合作 已經很好 要跟四分之三 本來明年這麼就要正式開通 沒有要給你開通 因為你通往香港去 要香港是中國控制 我跟你講這一定有機密外洩 所以說這條 可是人家海底電燃都已經建好了 海下面都建好 那個最艱難的工程都做完 你現在給他按卡 是啊 八千公里已經做好 六千八百海力了 那百分之八十都好了 結果現在喊卡 所以說由此可見 雙方根本沒有互信基礎 所以我認為短期間 你聽著聽著就好了 因為川普他本來 他說的話都進攻參考 你不要把他相信聰明 他那位如果會聽你 熊貓的賽也會吃一口 熊貓賽真的 人家有那個熊貓差異 我們來講熊貓啦 我比較有興趣熊貓 熊貓被召回來其實不是第一次 對 二零一零年的時候 歐巴馬當家 他說要跟達賴見面 中國就召回泰山 二零一九年今年的五月十八號 因為中美貿易戰爭的關係 中國也召回白雲 跟他的六歲的小孩 就召回去了 所以我看這一次 真的香香要特別小心 你知道他小孩的名字叫什麼 叫小禮物 對 小禮物也召回了 對 所以這次香香聽說 我前幾天聽說他 已經在整理行李了 準備海底電纜 這次真的不是假的 所以說美國人現在看不太貓 但是我們哪裡回來 你講一講這個海底電纜 海底電纜為什麼 美國對這間彭博士這個公司 會這樣心肝嚇咬 殺完華為 還要再殺彭博士 華為之前也是海底電纜 做得很好 不讓他做了 現在連彭博士也不行 是 那彭博士這家公司 1985年成立的 其實他成立不是很長 那聽說他跟中國官方官器 包括很多的一些部門 都有合作的關係 比如說他在中國北京 他已經鋪了一萬兩千公里的 一個電線 光纖電纜 所以他有一百二十五萬的 寬屏的客戶 另外特別注意 他還有二點二萬的 官跟器的特別客戶 這些官跟器 官就是大陸的國器 對 那你這個部門來講 當然對美國來講 你明明你就是官嘛 你就是官方的機構 你現在跟我Google 當時中國在大公司 沒有政商關係合法 政商關係不好 有辦法在中國變成大公司嗎 是嘛 所以說中國跟韓國一樣 都是國氣 都是國家隊 你要找純粽的 那些市民公司不太害怕 你今天看不太害怕 結果這間公司 現在無論媒體也有了 所以說現在美國說 卡卡 卡下去到死了 現在大家都認為說 這次電浪如果做好 他的平寬比較跨 另外他的速度比較快 另外他的費用比較低 我沒了 所以現在我看 包括Google 包括臉書 我錢都看得到 現在也在做什麼 但我們回來講彭博士 其實彭博士不只是 海底電燈公司 他也是一家智能公司 對 那他的智能 就用在所謂的 我們常常講的智能家庭 智能程式 比如說他有一個叫做 精靈攝影鏡頭 精靈攝影鏡頭 就是你可以遠端遙控 那阿關你現在出國對不對 你不曉得裡面突然 有客人來訪 到底這個客人是誰 是小偷嗎 強盜嗎 你可以用你的手機遠端遙控 畫面上就是他的設想 所以在台灣都已經有了 所以你可以在千里之外 回去看看你們家發生什麼事情 但是沒有什麼F 補案要F 另外要有一個人體的探測 移動的探測 那人體移動探測 它是紅外線 像我們家就有紅外線 但常常會誤傳 因為你一隻鳥翅過 它也避 一個鳥翅過也避 一個鳥翅過也避 所以避到你避到 所以有好 不一定完全好 再來第三個就是 你們家的窗戶有沒有緊密 你現在出來錄影 剛才錄影 剛才不是那些都落大火 電腦桶也沒有關係 海了 事情大條了 這也是他偵測的範圍 當然裡面包括安全防護 包括一些其他的節能省電 包括你現在下班之前 先遙控一下 冷氣先開 到家的時候 冷氣已經降到23度 你進去就很舒服 所以這些智能家庭 它擴大會變成一個智能的城市 台灣現在目前也是往這個方向 在做一個移動 好 所以彭博士其實 不僅只是一家海底電纜公司 也是一家智能公司 我們回來講海底電纜 為什麼美國這麼怕海底電纜 讓中國承包呢 之前怕華為 現在怕彭博士 是因為海底電纜 確實是一個非常艱難的工程 對 四十年前我就做海底電纜 但是中國做的真的有夠好 四十年前我在金門的時候 我是贏部的通信贏 贏部的贏部政策 我們就是牛配合跟金門的海底電纜 你知道那邊還打到整個 蚵子的水整個 都在純頂車台而已 但是現在不一樣 我們現在海底電纜 我們看這台 這台是荷蘭的 這台機械叫做什麼你知道 叫做海底挖土機 這個挖土機可以下去 海底多少 海底1500米 開始一個 未來 為兩公爪積的 兩米積的那個山 整個電山 海底電纜 212萬福特的電纜 放下去 放下去它都什麼 一條龍符 一方面挖 一方面鋪電纜 一方面再把電纜買好 那電纜就很安全 所以你看這台機械 這台機械是荷蘭設計的 所以現在潑海底電纜 它的成本就降低很多 而且意外也很多 另外 中國它本身也發明一個 海底電燃的鋪射船 這個船是110米長 非常長的一個鋪射船 那這個船可以載5000噸的電燃 5000噸電燃就很多 那電纜都220萬福特的電燃 而且這個船可以在海外 60個工人 60天 可以不中斷 不補給 直接作業 所以你看多厲害 這次是起凡9號對不對 這倒是中國自己研發的 是 它可以一次研多少 研3萬米到6萬米 研完再回來 再回來補給一次 所以說這台孫可以生很多 而且它對海流的一個抗力 可以抗到視界 所以說你有當時海象不好 它照樣可以工作 所以其實目前不管是中國荷蘭 對海底電燃 它的一些所謂黑科技 其實對海底電燃的成本 是cost down很多 好 所以中美貿易戰 真的是在邊打邊談嗎 看起來似乎看到了這樣的氛圍 但我回來講熊貓 我還是比較喜歡談熊貓 熊貓經常變成中國的外交也好 政治也好 甚至是經濟的武器 沒錯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其實在1990年的時候 北京曾經有個亞運 那時候只要你得到金牌的時候 就有一個熊貓的這個樣子 一個卡通 這是盼盼嗎 對 就是盼盼 然後他就露出一個跑步的樣子 那時候馬上就放出那盼盼的樣子 那這盼盼就出來了 對 真的超級可愛 那時候每個人只要能夠得到金牌 那盼盼就會出來跟他合照 所以那時候他的憨厚的樣子 不只是風靡的中國人 事實上亞洲人都覺得 這盼盼好可愛 好了 這故事到這邊結束了沒有 因為這盼盼當時在 是我們說最成功的外交官其實是盼盼 王牌外交官 他整個把亞洲都風靡起來 因為那時候太紅了 因此有些地方的父母親 正好生小孩 那生小孩名字要娶什麼 好 正好就在這個 我們說的這個河北的石家莊 就有一對夫妻 就在那時候生出了一個小女孩 那小女孩長得很可愛 所以就把他娶一個盼盼 叫做龐盼盼 後來龐盼長大之後不得了了 這位就是龐盼盼 對 就成為中國女子 最有名的一個表演手 你看她的姿態是非常奧妙 對 真的很奧妙 但是這個只是說這個女子 但是你知道在遼寧省 有一家小公司 他也得到靈感了 因為他們要做什麼 要做那個鋼 就是我們說房子外面那種 就是鐵窗有沒有 鐵窗的時候 鐵窗鐵門那種東西嗎 對 鐵窗鐵門 他就說那我們叫盼盼 為什麼叫盼盼呢 因為他是有的 有一句話叫盼盼到家 安居樂業 就只有這個靈光一閃 你知道四年後 所以來... 我們來看一下盼盼房盜門的廣告 是... 公公看到這個盼盼房盜門的廣告 就超想買的 沒錯 如果你回家是 熊貓幫你開門 重點是那個熊貓太可愛了 而且你看 你看 是 而且你出來的時候 他又看著你 當然這個廣告非常成功 舉國都瘋狂了 當然這個鋼鐵 盼盼房盜門 對 這個房盜門不得了 他是真的全世界知名品牌 賺翻了 從一家小公司變成一個大公司 對 沒錯 然後就因為這句話 盼盼到家 安居樂業 而且據說盼盼房盜門這家公司 我去中國看到 到處是他們的盼盼食品 沒錯 他們後來做食品 沒錯 後來 因為這個名字太多 所以在中國有什麼食品 很多東西都叫盼盼 因為你知道中國人 就是因為對這種盼盼的感覺 因此他就把這種移情 轉嫁到盼盼食品 盼盼鋼鐵門 盼盼什麼東西 所以那個時候 盼盼真的是很紅 但是話說 那盼盼怎麼來的 總是有一個昂骨 對 有一個模型 事實上這位真正的盼盼 他現在已經37歲 是真的有這個 這隻盼盼 因為這盼盼的原型 他的名字叫巴斯 巴斯奶奶 對 他是來自巴斯 因為這個巴斯奶奶 不要小看他 他可是你看他怎樣幹嘛 偷懶 對 他還會打電話 他還會舉重 你看有沒有 還會學著奶奶走路 還會舉重看到沒有 不是 這是真的熊貓 真的是熊貓 他叫巴斯奶奶 這有典故的 所以這是他在1991年春晚表演 是的 巴斯奶奶在春晚表演 是的 其實盼盼的原型就來自他 因為為什麼 他很紅 可是我覺得這樣滿可憐 中間他經過了多少殘酷的訓練 還會騎腳踏車 好問題 因為他的出生 也跟其他的熊貓不一樣 他其實是一隻野生的熊貓 有一天不小心掉到水裡面 但他很小很小之後 被掉到水裡面 沒有人救他 就路人甲就看到了 就把他拿起來 立刻送去安養中心 沒曉得他是天才 因為你叫他什麼 其實他都會 不是別的熊貓都可以做起來的 聰明 所以野生的比較厲害 據說他還到美國去做客戶 扮演外交工作 1987年的時候 他就要聖地雅閣 然後瘋靡了所有的美國人 怎麼會有這麼可愛又聰明的 這個熊貓 所以他稱之為和平使者 然後雙方的這個中美的關係 中國美國關係在那時候 就真的是進入到一個 相當好的一個環境 好 扮演和平使者的 也不是只有潘潘 也不是只有八隻奶奶 其實中國送了不少熊貓 到世界各國 而且還有的還真的賺了很多錢 這個我先講 你說中國賺很多錢 不是 是當地人賺很多錢 當地人賺很多錢 我舉個例子 這個因為我們在台灣 其實也有熊貓經濟 那我們就不講台北動物園那個 我們就講一個名字叫香香 其實我知道熊貓的名字常常有重疊 這隻香香是由珍珍跟麗生出來 好像有點複雜 沒關係 它是2017年6月19號 剛剛可以在劍客 就像在日本 在日本生出來的 它剛剛可以劍客 因為據說它的模樣非常的可愛 所以日本動物園就決定來開放 因為它已經先給它拍廣告了 我們來看一下香香很可愛 每隻熊貓不是都很可愛 有不可愛的熊貓嗎 對於日本來說 它們實在太可愛了 你看它生出來的樣子 讓人家覺得要期盼有一天看到它 那終於有一天它長大可以見客 你看這個樣子是真可愛 所以那時候據說因為直播 有一個網站 視頻網站股價大漲 我們先插播一下好不好 因為直播 想不到這個視頻網站 股價狂飆 一路衝高 那是在2017年的6月20號 因為你知道嗎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去看 幾乎是當時它一次只開放2000人 可是有將近18300人要去申請看 所以中籤率只有46分之一 可是我想看怎麼辦 透過視頻看 對有一家視頻叫JStreet 它就一上網不得了 當天就創造115人上線 結果最誇張就是這個圖形 股票連續好幾根漲地板 115萬人 直接上線看 115萬人上線看 股價這個表情就是這樣子 一路往上走高 但是說真的這不是重點 重點事情是 這個商機來的時候 附近商店開始都打出了 這個香香的相片 你知道只光那附近的餐廳 只要有上市的 股價在短短三天之內 都漲了38個百分點 好 我們來談 到底這香香賺了多少錢 好不好 我們就要講實際點 香香這次出現 讓周圍總共賺了400億日元 可是你知道它跟中國的租借金 10年也過8億日元而已 就是它10年租金就有8億 它是要付錢給中國 當然 只有台灣不用付錢的 台灣是交換 其他都要付錢 日本算付得少的 10年才8億 對我們談馬來西亞那個M頭 所以它10年租金是花了8億元 可是它只光為了香香 就賺了400億日元 報酬率是50倍 有何坦嗎 何坦 真何坦 這不算什麼 告訴你真正厲害是美國人 美國人他就看到這個商機 你要知道功夫熊貓有沒有記得 功夫熊貓 那時候剛開始的時候 就是美國夢工廠看到這個機會 他想說中國人會功夫嗎 功夫嗎 這熊貓加功夫 每一集我都有看 是 恭喜你 你知道這一集 衝到中國去放映的時候 從來沒有動畫片在中國 可以創造1億人民幣以上的收視率 第一集的功夫熊貓 到了中國放映的時候 就創造1.5億了 1.5億是開始 到了功夫熊貓3的時候 就是10億喔 這不得了 你看功夫熊貓不是有玩 有什麼 玩偶啊 周邊商品 又是15億 都被夢工廠賺走了 而且夢工廠沒有付錢 他就做這個事情 就賺這麼多錢 好 講到這件事情 其實真正賺錢 不是那個動畫 那你知道中國人其實很聰明 看到美國人很愛這個熊貓 他們就做一個中式熊貓餐廳 中式熊貓餐廳 對 就是中式快餐 簡單句話 它就上面有個熊貓 就這樣子你知道 熊貓快餐 它一年可以賺多少錢嗎 500億新台幣 就是擺了一個熊貓 然後當然它有過程 它也會演出它們的食物 有多可愛啊 然後旁邊弄出熊貓 找些年輕人 然後展現它很年輕啊 但是不論怎麼樣 就叫熊貓嘛 就500億 好賺 對 真的好賺 可是中國當然也不是省油燈 既然大家很愛我們熊貓嘛 那很簡單啊 因為它地方在四川的雅庵 那雅庵地方是那種山坡地 那山坡地最適合種什麼 種茶葉嘛 那你種一般茶葉賺不了什麼錢 我先講金額好了 我還不先 我不想 我不過過程梗 我只講金額 你有聽過 美工 美金的茶藥賣 21萬9千8嗎 阿冠你買得下去嗎 我買不下去 沒關係 美金買不下去 買每兩可以吧 每兩是2萬1980塊錢 2萬多 對 沒兩 我說的是兩兩 就是包裝這樣子 好了 為什麼這那麼紅 原因是簡單 那個熊貓不是有哺哺嗎 哺哺 就大便 糞便 哺哺 對 那個哺哺拿去當施肥 施肥完的那個茶就叫做 熊貓生態茶 就這樣子 就這樣就本來都貴 就這樣 美金就是21萬 開不開心 當然也不是每次都成功 你也有人是覺得受不了 2014年的時候 當時馬來西亞說 看到這個聲音很好 所以他就決定 也引進了這個熊貓 當然中國也不是省油燈 引進來 當配100萬美金 2014年馬來西亞說 那是租金嗎 第一期當配 後來每年都要付 每年都要另外再付 100萬美金 那馬來西亞大概是付最多的 沒有 他其實歐洲還要付更高 好可愛 是啊 超可愛 可是問題是你知道為了這個可愛 要付出什麼代價嗎 第一件事情他要付 每年要再付4000萬新台幣的租金跟保險 同時間還要幫他養育費用加起來 結果這個馬來西亞受不了了 而且還要蓋那個房子對不對 對 蓋那個房子 對 生態屋也很貴 花兩億 花兩億 花兩億蓋那個屋子 光那屋子光了兩億 對 然後另外 每年要花4000萬的租金 台幣 最後這個馬來西亞受不了 民眾受不了了 所以不到四年 就在2017年11月他們陣亡了 就把這個貓跟他小孩 因為他生的小孩 三隻送回了給中國 好 熊貓經濟 熊貓外交 我們回來關心的是香港問題 香港831要前進中聯辦之前呢 竟然開始展開獵捕行動 我們看到黃之鋒已經被捕了 香港眾志表示在街上被推入車 而且押入了警總 連黃秋生都發文說我累了 我不再說話了 現在其實這一次的獵捕 應該抓捕了 其實抓了不少人 而且他們其實都是大概 約莫28歲到30歲左右 都是當時在多年前的 戰衆運動當中 大學生活剛畢業 所以這波可以說是 香港的年輕一輩的政治精英 特別是黃之鋒 黃之鋒的知名度非常高 所以說現在香港年輕人的 一個所謂的自由民主的 這種反抗的代表 黃之鋒是一個國際知名人士 所以他今天被捕 其實是確實是一個 很指標性的動作 那在這個動作之後 那他們扣給他的罪名 那之後會怎麼處理 因為抓下來後面 其實還是要進入司法的程序 所以後面會怎麼來 包括來調查 怎麼來判他的罪 還審判 那麼還需要一些時間 不過大家其實還滿關注的 其實就是黃秋生 那麼黃秋生大家都知道 他是鐵血真正的漢子 他基本上他不是反政府 他是比較站在民眾這一邊 但是連黃秋生都說他累了 他要告別臉書了 那為什麼會累呢 當然你說是他因為 反這次反送中當中 這一波的衝突累了嗎 我想當然應該主要還是 周邊的親朋好友勸他 你一定要隱忍下來 因為現在的情勢跟 先前早先的雨傘運動 或在這次的反送中的初期 已經不一樣了 包括現在已經開始在抓這種 已經不是抓暴力的這些市民 而是抓靜態的 檀驗下的指標性的人 我們知道其實在香港的 部分的影視圈 像包括何韻詩的歌手 另外還有杜文哲 何韻詩是不是這次也被點名 對 其實就是說 他們都是非常指標的 那黃秋生跟葉德賢 他們是比較站在民眾這邊的 那麼他們其實現在兩派 一方面是這種就比較站在民眾 或反政府的 二方面就是像成龍 孫耀威 俞文樂 是第一時間就說是知識警察 所以香港其實影視圈的這種分裂感 是非常清楚的 只不過我們當然也同時注意到 其實我們在一看黃秋生 究竟是多麼了不起 其實我覺得大家其實 更希望看到 比如周潤發或劉德華 要不要表態 可是有沒有發現 其實他們是從來不表態的 真正的這些厲害的大哥 對於這些情勢 在變化的過程當中 他們其實不會表達意見 所以像黃秋生最終現在說他累了 其實可以感受到他周邊的部分壓力 那這個壓力其實顯現在香港的影視圈 其實背後有很大的一個關係是 除了說你要不要 你這些明星要不要去中國去賺人民幣 要不要去拍戲之外 其實你在香港的港資 現在在影視圈 基本上背後是不是中資港資 其實越來越麻煩或越來越模糊 也就是說影視圈 它靠得除了市場之外 還是源頭的資本 所以現在港資一旦在香港 你拍片你背後可能是中資 如果你抗爭的意識或太鮮明之後 你連在香港可能都不能拍片 沒有榮身之地了 我覺得對這些明星都是非常大的壓力 黃秋生有感而發 我想原因也在此 對上次據說你也曾經幫一些演藝圈 到香港去募資過 對 其實台灣國片 其實在前幾年 尤其在馬英雄執政時代 有很多跑去香港來找資金 因為台灣投資的影視的錢真的不太多 然後有時候8000萬或1億 其實在香港台幣來說 對香港根本是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其實他們也到香港去找資金 我自己也參與 也介紹了不少一些導演跟投資人在談 那麼其實談一談 其實一開始大家都還是有一些意願 但是特別是這三年 我想確實是蔡英文執政之後 台灣很多國片 主要一方面是有文化部或政府的補助 所以二方面如果找在港資 他們其實是港資 但背後發現可能老闆是中國人 他可能即使是港資也還是有點尷尬 就像是現在你看 像柯文哲雙子星也是一樣 概念上其實法律上他其實是 表面上是港資 可是你還是可能懷疑他可能是中資 多多少少都有中資 所以就說不清了 因此現在也許的其實台灣國片 早年可以在香港找資金 這件事情 我想在這幾年都停頓下來 也就是說很多演藝人員 他的背後不管是他電影公司也好 或者他相關的一些經濟公司 背後可能都是中資 這個時候他怎麼講話 當然不敢講話 最好就是都別說話 沒錯 我們回來看港股 在今天出現一個現象 是大家比較擔心的是 在今天媒體談到 港股出現了死亡交叉 死亡交叉是 終極死亡交叉 這是媒體的說法 所以因為在昨天 50天平均線往下跌破 250天的平均線 所以出現了照香港的說法 叫做終極死亡交叉 會不會很令人擔心 其實是這樣子 我針對這個死亡交叉 我自己當然也很擔心了 所以好好的在金融資本圈 香港打聽了一圈 其實仔細來了解是 我想這個概念 這種死亡交叉 或這種末世理論 股市的末世理論 還是比較是外界的角度 其實因為香港是這樣子 香港跟台灣股市不太一樣 台灣股市是以科技類股 一駐晴天 可是香港的這個 這個股市狀況 比較像龍門客棧 龍門客棧 它這個江湖 個厲害的人 也有猶太基金 也有阿拉伯基金 包括還有巨大的充資 我想在這個裡頭 而且它的產業也有礦產 也有各式各樣 你難以想像 都不是台灣能夠思考的 這種股市的狀態 所以因此究竟是哪些產業 受到影響 我想現在其實毫無疑問的 是包括像是旅遊觀光 尤其房地產 還有中美貿易進出口的 這個相關的 這些受到比較大的衝擊 主要是他們是在拖累 這個港股的部分的表現 那麼而且看不到回黨的時間 可是如果我們從一個角度來看 來看香港就港股當中 最核心的就是萬流歸東的 這種金融類股 其實從金融類股來看 其實好像就不是這回事 那金融一定要看匯豐 對 我們當然一定要來看匯豐 像我們來看匯豐 在這段時間的部分表現 它雖然有些起伏 可是你發現其實還滿穩定的 而且再包括在自己 這樣就滿穩定 我都看到那個斜坡了 對 其實當然在那個過程當中 就是前一陣子就是 確實有比較大波動 但你也看到至少在這兩天當中 很快就又回來了 所以在匯豐的表現 主要是這樣子 匯豐一方面它是Prime Bank 它是國際間的這種Prime Bank 它不是一般的小銀行 它可以發鈔票的 而且匯豐大家基本上 我們知道是這樣子 雖然它這一次在包括反送中 跟中美貿易的過程裡頭 都是浪頭尖端的這種 被攻擊的對象 但是它的業務表現 確實還是很穩定 而且再加上說 它確實從5月之後 它就收緊銀根 所以其實我們從匯豐的表現 可以理解到 它確實基本上 還是相對來說是 可以在至少有下來 但是至少它不是一路的下去 有回來一點 另外我們可以看另外一個股票 就是光大控股 光大控股其實是 一個中國大陸的國企 在香港很有指標性的部分 它是做什麼的 它其實主要是 是個非常多元的 一個大的金融集團 那麼這些年 它其實也因為香港股市的 這些波動有一些變化 那我瞭解他們內部的說法 他們的表示說 他們其實對於這一波所有 可能會出現的這種衝擊 其實有所準備 而且他們其實主要在 分攤的風險上是 國際性包括一些獨角獸的投資 不是他們太擔心的事情 那麼另外我們來看一個部分 是KBB 它其實是在 由澳洲的部分的資金 在中國大陸第一家 投資基金的平台 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波動比較大 而且最後這個很可怕的 這一根 它現在掉到只剩0.2次 你知道它很大的原因是 它主要操作是港幣 所以因為港幣本身 操作港幣的 因此對它來說 是致命的打擊 所以現在最令人擔心 其實是港幣 對 其實港幣當中所顯現 包括我們剛剛講 匯豐跟官邀控股 如果有所影響 主要還是被港幣拖垮 那因此就類股自己本身來說 還是一個多元均衡的狀態 好 所以 我們當然擔心港股跟港幣 後續的走勢 它會牽動到整個亞洲股市 未來的脈動 好 我們回來看 那台北股市呢 台北股市在今天表現很好 台北股市在今天大漲超過百點 好久沒有看到 這麼樂觀的氛圍 難道只因為打那通電話嗎 反而說 台股其實有不錯的基本面 不僅只是因為川普說 雙方已經通了電話了 已經有電話會談了 而且是不同層級 也因為我們有金 酒 銀 石的基本面 所以大師 是不是台股逢酒必長 以前在中秋節這附近的時候 9月 10月都是一個波段高點 那個是講的是多頭四場 這是大概有這一個 我們最近的話 規劃盤施的話 先問關於一件事 你有沒有買台積電 上個禮拜來的時候 沒有 買的話你就賺錢 今天收入259塊 台積電可以先來想 我們是上次什麼時候講的 上個禮拜三來的時候 你問我說可不可以買 5 4 3 2 1 5 4 3 在這個附近對不對 那時候254 如果你有買你賺錢 賺財錢 但是因為漲的話 台股的話你就看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是 千金難買早知道 可是明明大師已經告訴我了 你還是要買 下禮拜來的話你以後會 真的是這世間沒有後悔要 對 還是要再買是不是 回來還是要買 這個大盤的話大家看一下 我們今天漲了155點 那其實我個人規劃盤式的話 是從今年的1月4號9319 就是說漲13個月 所以我們在第5個月也回 那這個月今天8月底也回了 大概1.9% 所以5月8月回 那90應該會漲 而且一直大概到明年的1月份 都是一個比較看多的一個盤期 所以我們大概8月份是 我們這一次最差的一個月 那拉尾盤 其實我們從7月中旬 20幾號就一直跌到8月6號 就不跌了 大概已經有盤了3個禮拜 今天拉長龍線完以後 就脫離這個8月份的一個跌勢 所以我們規劃9月13號不是中秋節 對 所以剛才的90 我們規劃都是漲的一個月份比較多 金九儀式 好 那我們再來看 這是 這個是10元線 就是說我們用西岩的 今年是2019 所以我的標題是紅酒必漲 紅嶺有比較大的回答 那你看到我們這10年來 那紅酒 但是你的逢9講的是西岩還是 西岩線 特別強調2019 所以今年來講的話 你看到我們的機率比較高 那個明年是2020年 逢0回答 大概回的機率比較大一點 那這個是每個西岩的0到9的一個走勢圖 我們用它的一個數據來表現 好 下一張 大家看一下我們看那個9 我們這個9是講西岩的 觀眾你看一下 有沒有 這兩年比較小 這幾年有沒有 每一年 都很多 那今年 今年這個是昨天做的 加上今天的話大概9%左右 所以今年2019 我們假設今年縮盤往右一定是漲 好 我給觀眾朋友來整理一下 這是50年代的對不對大師 50年代的9應該是1969 對 1969那一年漲3.22% 1979漲3.21% 1989漲了88% 1999漲了31% 那2009年漲78% 不對不對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2019 對 這2099是78% 對 2019 就是今年 到目前為止 又再加上今天 9%左右 大概9% 9%左右 所以福酒必漲 所以你看 而且沒有一年跌 所以我們的標題就 紅酒必漲 那紅零你看一下 我們這幾年有紅零是崩塌的 哎唷 紅零跌得蠻慘的 大家記得我們民國79人89人 有沒有 100人都是比較大的回答 那所以我們規劃零年 大概在選完總統完以後 有比較大的回答 這是我們的標題 那我們如果是多頭市場的話 大雲 秋收 動場 多頭市場的話 一定是元旦最低 慢慢漲 漲到中秋 我們今年9月13號 附近說波段 晚宜後利回途 再來拉上來 這是多頭市場的一個特徵 我們用這樣表現 所以中秋後可能要回 如果是 大家記得 你只要一個多頭市場 你元旦買就對了 中秋賣 元旦買 中秋賣 元旦買 中秋賣 如果說你哪一年 發覺像我們今年1月4號是最低 目前在我們9月13號這附近 假設突破我們7年的高點11270 我們假設說漲到11300 晚宜你有一個小回答 我們規劃明年的高點 不是會到1321 所以今年的中秋 假設9月10月賣點 明年的選完總統 假設說過歷史新高 也是一定賣點 晚宜明明就走入空投市場 所以我們的規劃 今年中秋是漲的機率很高 而且會串波段高點 就是說9月10月會串波段高點 所以這張圖大家可以看到 但是聽起來串波段高點要賣 對不對 因為中秋要賣 可是它是小回答完以後 明年我剛才有強調說 明年我們不是元旦 也是另外一個賣點 相對 假設我們這樣講 這邊是漲到11300點 有沒有 可是明年的高點是1321 有沒有 更高 還有高點 所以你中秋小八檔以後 你要趕快補回來 到明年的原站這附近 才是真的比較大的一個賣點 這是我們這一張所謂的 節節變化 我們為什麼會有中秋節理論 你知道嗎 在民國77年9月24號 這首歲中秋節那一天宣布 我那時候剛好開車回台來 很辛苦 那一年的中秋節過得很不好 因為崩盤 後來崩盤19天 所以你看到 是19跟跌停盤的那一次嗎 19天 對 所以後來美紅中秋 大家就寫出一首詩 美紅中秋也怕怕 所以大家中秋節就不敢賣股票 而且後來民國81年 有所謂的那個獲勝事件 83年有鴻湖雷波隆事件 87年有國產車 所以以後 81 83 87都是中秋節股市崩盤 所以那時候大家在中秋節的話 我們經常報章雜誌會像說 中秋節有沒有變盤 就從民國77年9月24號 鎮守稅晚宥中秋節變盤晚宥 後面的幾年都是中秋節 是一個波段高點 所以在國內的報章雜誌 經常會講說中秋節你要不要拔打 就是這樣來源 那我們這個話就用 我們的一個中秋節 你看到我們兩年前 元旦是一個底點 中秋是一個賣點 那7年 是哪一個 106年 106年 你看1月24號低點有沒有 8月附近是高點 那7年最明顯 7年元旦1月23號是高點有沒有 中秋我們不是10月11號崩盤 所以你看它低點是10月25號 是中秋低點 那我們今年呢 今年是1月4號最低 9319 直到今天我們5月份是高點 可是我們規劃大概在9月10月 會有一個高點 小肥黨到10月11月到明年1月份來漲 好 來 個股我們來看 個股大家知道 今天除了台積電漲完以後 有很多得很深的股票 那我們有三檔熱門股 外資今天買很多的 像秦串 友達這種 秦串就是這個 8月份一次得完以後 外資回補 那這邊有那個 那是接著還在賣 那是現在還在賣 沒有問題 它庫廠股有8億 後來30億 所以外資一路賣 有沒有 可是這個就是跌生的股票 再來我們看跌生的股票 洪海 洪海就是今天謠傳他以後 大概在9月19號 可是洪海的話 我是個人認為 謠傳什麼9月19號 就是要登記選總統 這個搭檔 好 謠傳他9月19號登記 因為還沒確定 我們就不做置評 你看到他今天這支長紅線 那也是跌生的股票 可是因為 那是對股價是力度還力度 有的人說 如果他是在低檔的話 短線賺一些菜錢 可是等他宣布完以後 又開始要檢驗他 就像他上次失業多 我記得那時候是3月29號 我的9就看到 那個郭台銘先生在9加入 我們的直解就是說 他應該要出選總統 後來大漲一次 那是在3月29號的時候 9就加入 那如果是這個的話 大概短線都是一個利多而已 談完到台股之後 這個週末假期 想不想出去外面兜兜風 如果你在台北騎過U-bag 如果你在台北也騎過 WIMO WIMO是共享電動機車 那麼現在桃園 也有共享電動機車了 所以在今天桃園上路了 GoGoro推GoShare 共享電動機車 而且前6分鐘免費 好多人很期待 特別是現在電動機車真的很夯 台灣電動機車在今年 銷售量創下新高 8個月的時間就超越了 去年整年度的紀錄 乃哥你是オトバイ達人 來跟我們說說看 GoGoro現在 現場正是GoGoro3 3 對 第三代 我們在桃園可以騎到的是 第二代GoGoro2 是GoGoro2 所以它的動力會更強 但是GoGoro3我覺得現在是 因為它最新發表的一個車 在今年發表 這個為什麼推出來 我不會騎 要不然我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但是你知道這一個 敢秀一下Feel 你看它現在這一台車 雖然是它的最入門等級 但是你看它把它的那個 遙控器改成這種卡片 無線的卡片對不對 所以它只要用卡片啟動 但是大家會思考說 這個卡片到底有什麼用 跟以前那種keyless 我更遠 而遙控起來是不是比較帥 這一個是因為它沒有電池 所以也不怕水 所以以前的遙控器 是要有電池 又要怕水 所以這一個是增加很多方便 但是你也可以加價購 原來的那一個鑰匙的造型 好 來 先講它的功能 什麼厲害的 其實GoGoro3 它基本上 它是一台最便宜的GoGoro 因為以前GoGoro被罵翻的 就是因為它貴 沒有補助要 S1的話要十幾萬了 一台 這一台的話 沒有補助的話 是大概七萬五千塊 感覺好像親民一點 比較親民 少一半 比之前少快一半的價錢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注意看 它的外觀造型 雖然跟以前一樣非常流行 但是它的儀表版就簡略很多 整個的造型在龍頭上面 感覺沒有像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個警察的S2 這麼的漂亮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會想說 這個電動車推出這個平民版 它是不是就 東西就差很多 最重要的是 大家在騎摩托車 在都市裡面最常遇到什麼 就是刮傷 我今天帶了一個小東西來 這個就是模擬我們如果在台北市 或在都會區 你停車被人家移動車子的時候 是不是會刮傷 這個Google 3 它就是用環保的材質 而且是食品級的 不是你現場要刮嗎 對 你別鬧了 我跟車主已經溝通過了 他說可以刮 因為它就是要 所以你負責 跟我們節目無關 對 對 為什麼 你像習威 不代表本台立場 對 因為基本上 如果我去刮 一般的摩托車烤漆 一刮就是白白一條了 漆掉了 裡面就是白色的樹板 對不對 但注意看 如果我這個是現在米色 很漂亮對不對 如果刮 很深了 照理說 不管是中華Emovie 還是宏家騰的AI1 它一定會露出底色來 可是你注意看 我把這個磨掉 就外面的虛虛農料 它裡面的底色 是跟外面一模一樣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它是食品級 就是我們食品用的塑料 我也可以刮嗎 可以 那你要跟車主講好 好 因為你刮了之後 這台車就更值錢了 我們要不要畫一下K線好了 對 這個其實在都市裡難免 會發生這種刮傷 對不對 這種刮傷 可是如果你知道 以前的Gogoro 大家都說它是精品 你刮到一條的話不得了 都要換影片 現在材質不一樣 對 材質不一樣 而且它是環保的 但是它有沒有缺點 我覺得還是要看時間 就是說我們會說環保材質 會跟汽車一樣 等一下起毛球 還是掉了整塊掉下來 這個我不知道 需要時間 因為它是新的車型 那這一台是什麼 這一台其實是中華推出來的 中華 對 中華推出來的Emovie 但是它推出來是 那這個也刀一下 好 這一台是 這不能刀 這一台是 我啟動的時候 你騎摩摩托車的時候 有時候騎在路上會想女朋友 你只要低頭看了一下 這個儀表板 你就會看到你的女朋友 就很開心 上面怎麼有我的照片 對啊 因為這台是我的車 沒有 開玩笑 但是也同時是可以看到 真的有我的照片 真的有在那邊 而且這個功能應該現在只有 這樣會不會容易出車禍 不會 因為你等紅綠燈的時候 可以看 但是最重要的是 這個Emovie跟其他的車重 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譬如說 你現在坐在上面對不對 我只要按一下 有沒有 我不一起摸車 你不要鬧了 它這邊就下來了 很方便對不對 它不用很重 這樣扛來扛來 對 然後我只要 其實剛剛是下來對不對 我按著 你還是坐在上面對不對 好酷 他自己挺好了 對 人是坐在上面 你覺得對女孩子是不是很方便 這厲害 對不對 這厲害 而且還有一個最重要的重點 現在阿關你是坐在上面 那男生可以嗎 男生也可以 我們可以 男生也可以 來 甚至兩個人 上次來做 換上次來做 沒有 我沒有男生來做 我的體重一定是 阿關的兩倍 好 那換你做 你比較重 對不對 我只要按 也是一樣 剛剛是往下對不對 你看 對 自動的下來 那下來之後 譬如說我車上很重 或是女孩子覺得這車很重 這有120幾公斤 一般來講對不對 我要推車對不對 是不是很累 但是我只要這個 我按這個往上就代表往前 我只要勾這個 它就可以慢慢的走 而且它會停住 用馬達的煞車 斜坡也不怕 如果我要後退 我只要按一下 它就後退 那是為什麼不用油門來控制呢 因為有時候大家知道 爆衝是怎麼來的 不小心轉到油門勾到 緊張 但是如果我是用手指頭勾 我一放開它就停了 它就有煞車功能 所以斜坡它也不會動 對女孩子來說是不是很體貼 所以 即便是乃哥的重量 它也看起來 對 因為 動得很輕盈對不對 對 因為人行道 是不能騎摩托車 那所以你要牽行 那摩托車120幾公斤 有時候很重 要牽50公尺怎麼辦 我就用這個功能 速度慢 然後我上面甚至在貨 或者是Uber Eats的送貨員 如果我東西很多 我可以用這種方法來牽行 好 來 那這一台是什麼 那我們來看下一台 我們今天真的是要大PK一下 這一台是 洪家藤是不是 洪家藤這一台 也是最新推出來的一款 我也來做一下 對 但是這一款 它用的是Gogoro的心臟 還有Gogoro的電池 所以大家說 這一台就了無興趣 這一台沒有我的照片 對 這好遜 怎麼辦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它的儀表板好像都比別人大 好大一個的 它的重點就在儀表板 就是給眼睛比較不好的人 對 為什麼 因為我剛剛說的 這台車它的心臟 動力心臟跟電池 是來自於Gogoro 所以基本上它是以S2的規格來做 所以沒有什麼差別 重點在於 就是你說的這個儀表板 我們剛剛刮的車不算什麼 我們把儀表板拆下來 用這個來做演示 你要刮儀表板 沒有 它的儀表板是因為 有智慧功能 因為其他的地方 跟Gogoro幾乎都是一模一樣 當然它的前差比較粗 除了這一點之外 還有儀表板 我們來看 儀表板有很多的功能 最重要的有一個叫做 這個我們所謂的 想要去哪裡 就可以去哪裡的導航 叫一鍵導航 一鍵導航 我們在騎摩托車最怕什麼 沒電 沒電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用手機找APP 找那個充電站對不對 但是這個不用 它只要按一下 譬如說我現在要找 這個所謂的充電站對不對 我按5秒鐘之後 放開 然後它就問 你是不是要導航到 最近的充電站 然後我呢 你就按一下 然後它就幫你找 對 我就放開 沒有 它直接幫你 它OK了 然後說來了 直接幫你導航到充電站 97公尺 距離我們公司97公尺 有個充電站 就有一個充電站 而且這個充電 充電站除了這個之外 你還可以設定家裡 所以我再按一下 我們就要 按一下它就會幫我 導航到家裡 所以它有導航功能 這是其他車沒有的 我把導航坐在這個儀表板裡面 是內建的 而且它還有什麼 警示 如果你超速 有照相機 大家都會怕對不對 它會提醒前有車速照相 前有測速照相 這個也是其他車沒有的 我覺得這很針對台灣的駕駛隊去使用